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苏区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 那跟外边要做买卖 拿钱你也没法跟外边做买卖 因为国民党封锁 为了对付这个封锁 那这个对外贸易总局呢 就是一方面做军事工作 一方面呢做经济工作 经济工作在军事工作的背景之下 在战争的那样一个背景之下 对外做经济贸易工作 那相当难呢 所以这个地方当年 他做的工作就是今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工作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改名了 01年还叫这名了 现在叫什么名 叫商务部 商务部 过去那个时候最有名的部长呢 是吴仪监部长啊 后来变成了薄熙来 是吧 现在部长是谁了 我都记不住了 不重要了 有的部长容易记住 有的部长记不住 但是呢 中央对外经济贸易总局 当年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隶属于中央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 成立于1933年的四月 当时第一任部长是谁啊 钱之光 我们到里边看看 看看当年他们工作的情景是什么样 再看看 后来呀 就是到了01年的时候啊 中央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 说那这是我们的前身啊 中国人特别讲拜老祖宗 每个行当都有老祖宗 对不对 卖鞋都有老祖宗 卖布都有老祖宗 是吧 算卦都有老祖宗 那餐餐打坐都有老祖宗 当老师都有老祖宗 知道吧 做买卖的也有老祖宗 是哪行哪也都有老祖宗 郭德纲说相声都有老祖宗 每行每爷都有 那中央对外经济合作部的老祖宗 当然就是啊 现在这个地方 苏伊埃对外贸易总局 所以拜老祖宗一拜 当年这个部门又有钱 所以到里边你看看 就只是这样的 然后呢搞了个展览室 哦 一下子变得高大上起来 刚才我们这下了一点小雨 天上的本来湛蓝湛蓝 一分钟刷 六月的天 孩儿的脸呢 江南的天色多变 刷就下起雨来 哗啦啦啦下雨了 给我们几个娇的 就跑到屋里面去了 躲了一会儿 还好像没哭完 还在这种状态呢 那我们就接着说 现在呢我们到里边去看 一会儿出来天就放晴咯 看看当年呢 对外贸易总局 就这么几个部门 一叫采购科 二叫会计科 三叫总务科 四叫运输科 就这么四个科 是吧 运输怎么运输啊 运输条件很有限呢 会计就是大算盘 运输呢 哎呀 小的货物 就这么一个小独轮车 幸好这车我会推 里人你都不见得会推啊 然后呢 马车 牛车 相当原始的一这运输工具 算盘就是当时的计算工具了 手提一盏红灯 这就是当年的灯 80多年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 当年一盏的这个灯下 这当时最先进的灯 但是从这往里走啊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从这进去 里边豁然开朗 带着你看看 到这里面一看就像个展览馆了 这就是2001年的时候 中央的对外经济合作部啊 到这来拿了点钱 说好好好 这是我们的前辈 老祖宗 我们得拜一拜 前辈不容易 我们要张扬他们的事迹 于是乎呢 就办了这么一个展览 地方不大 但是呢 情况和当年办公的条件 完全不可同入而语了 在这儿个前言 前言说呢 苏维埃 对外贸易呢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当中 非常重要的工作 硝烟中诞生 战火中成长 所以红色之都成为呢 红区和白区商品交易的重要枢纽 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 那就是 这边是红区 这边是白区 军事上势不两立 政治上势不两立 我要砸碎你做的国家机器 我要彻底剿灭你 我骂你是反动统治 我骂你是这个 这个突飞武装 地方割据 总而言之是这样 但是呢 买卖要做 谁来做这个买卖呢 白区啊 蒋介石委员长为代表的 政府势力是不允许的 但是边区政府呢 为了发展壮大自己 那就要做买卖 于是由对外合作贸易局来干这个活 所以中央苏区时期呢 根据地发展壮大红色政权 要做买卖 可是呢 作为一种围剿的方式 不但是军事劲剿 而且呢 经济封锁 这件事呢 就斗争的非常厉害 看看那个时候 当时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毛泽东那个时候多销售啊 那时候毛主席很年轻啊 是吧 不到40岁啊 30多岁 30多岁 你看看 轻瘦的样子 这就是钱之光 这就是啊 中央外贸总局第一任局长钱之光 这个人叫姚明坤 关于经济工作 关于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怎么做 毛主席那时候的文章呢 讲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节约每一分钱为着革命战争 当时呢 这个中央的对外贸易的工作 应该说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这个小破楼 当时的小破房子 就是中央对外贸易总局的旧址 叫瑞金南门港 还有这个门板房 这平房 就是干南江口外贸分局的旧址 上面这画面呢 讲的是1938年 1933年的8月12号 中央苏区呢 南部17个县经济建设大会 17个县开大会 这是大会了 当时不得了 而且呢 通过了经济发展决议和竞赛条约 说你们现在干得好 我们现在也得好好干啊 咱们竞赛吧 17个县开始比赛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原则是 发展农业生产 发展工业生产 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毛主席讲了几个方面 工业农业对外贸易都要干 工农商嘛 这是毛主席呢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共和国 那个苏维埃共和国叫二苏大嘛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大会上讲话里面讲的 这是二苏大代表大会现场 这现场呢 有个照片 这照片虽然不清楚 但是比一苏大就我以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比那个城市大多了 红色中华当时呢 作为呢 中央那个机关刊物 介绍了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强调呢 二十号令要不分的为 要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 中央粮食合作社的黑白照片不太清楚啊 但是这就是后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的前身 粮食合作社 就是不但是粮食部 而且是后来的中华全国公交合作总社 也是个正部级的单位 我为什么对这事这么清楚啊 我大学学的商业经济 1981年底毕业 1982年初到北京 到国家商业部工作 我当然在那儿去的是去教育局 高教处 我在那儿就知道 我们好多老同志过去在延安就做过贸易工作 业绩状的部下 我们那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公交合作总社 三个部合并而成一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您记不住了吧 记不住正常 但是记住了这个 当时的中央粮食合作社的就职 这就是后来到北京的粮食部 这个地方的粮食合作社和后来的中华全国公交合作社 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为什么说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呢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细节 放大了之后都将成为共和国的重要的组成部门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指供给部 当时是因为供给日 这供给部 国际消费合作社日 那个时候1934年就过这种节日 这种节日直到今天 中华全国公交合作总社才号召社员们过一过 公交合作社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这不是资本家的企业 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成员 我们大家拿钱来做流通 做消费 做流通 保证我们每个人的消费需要 在国际上这叫罗须代尔原则 刘少奇曾经有一本书 专门讲的合作经济 讲的就是这件事 那么在苏区 在1934年就开展的大规模的合作社运动 但是非常不错巧 7月8号你过这种节日 那接下来马上就长征了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了 那个时候公交社要有证明的 现在这种东西借股票50金 红军家属优待症借股票100金 消费合作社股票 诸位 经济工作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工作 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优待红军 因为红军舍生忘死保卫红色政权 为什么要优待红军 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要靠这支呢 革命的武装力量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力量 所以在战争状态之下 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动员民众打败反动派 为了活跃苏其经济缩小 工农业的剪刀插现象 党和苏维埃政府 在发展国营商业的时候 大规模发展粮食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为代表的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 抵制了奸商 稳定了市场 稳定了物价 有个事跟各位讨论 改革开放是好事 发展多种经济成本也是好事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情况下 发展各种形式的消费合作社 生意做的也不错 对吧 公有制为主体 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那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标志 但是我们今天有些人不讲了 有些人连这个公有制都不讲了 国有经济都不讲了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了 把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也不讲了 为什么这样 因为有些所谓经济学家 本来就是私企老板的代言人 因为有些出了名的经济学家 天天出来讲经济理论 其实他从老板那拿钱 当然他在替老板吆喝了 对不对 比方说 我现在号称独立学者司法男 那是有网上人家说我 但是我现在在哪呢 在美国国际卫视 我在这开了个脱口秀节目 所以特别节目长征路上来讲 我们老板 我至少不敢骂我们老板 对吧 幸好老板呢 对红色文化也情有独钟 幸好在这一点上 我们的价值观相当一致 如果不一致怎么办 除非我不干 否则的话你在这你就不能扭着老板了 因此我们有些所谓首席经济学家 所谓经济学家 所谓股评家 所谓呢 这个股评专家 我告诉你 他们不过是老板的公司的员工 所以替老板吹牛 替老板开闭市场 把国企搞垮了 然后他们乘穴而入 那是人家正当防卫 他们就该那么干 他们不那么干 那才不正常 这里边有一个照片 那小李啊 你把它记住下来 第二任中央对外贸易局局长 兼中央乌杀公司总经理 毛泽民 毛主席的弟弟 毛泽东一家呀 为中国革命 贡献了多少位亲人呢 这张照片有意思啊 这张照片是建国以来 对外贸易机构的严格 最开始业绩状 我的那个老处长 在业绩状手下干过 所以业绩状 我记住了 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业绩状 后来是方毅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 后来当了科技部的部长 林海云 白想国 李强 李强这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73年干到81年 我到这个北京的时候呢 他还是这个对外贸易部的部长的 陈木华 后来当国务院副总理 古木 再往下去了 越熟悉了 邓拓斌了 老人家82年3月 还是对外贸易部部长 李兰青 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 无疑 93年干到98年 石广升 李福元干的时间比较短了 陈德明 我脑子里面 我还以为 陈德 现在的商务部长 还是陈德明了 已经换成高虎城了 现在是高虎城 从业绩状到高虎城 在这之前呢 是毛泽民 在这之前呢 是钱之光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 对外贸易的这个方面 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 能够看一个究竟 一个政权要存在 是吧 那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就是外部循环 如果是没有外部循环 经济工作就会大受影响 只发展农工业不行 那只发展农业也不行 工业和农业 然后呢 还要有消费合作社 还要有公有之为主体的 对外的合作贸易 还要有千差万别的社会角色 然后呢 通过社会分工 满足老百姓的多层次的需求 现在商业活动则更加复杂 但根本点是离不开的 那就是经济工作 如果呢 我们呢 背离了我们的初衷和宗旨 忘了我们的初心 照样沦为给四本家打工的小马仔 现在这个地方呢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就职 就这个小楼就是银行 而且国家银行 到银行了 进去看看 李珍你猜 这儿有没有泡瓷机 我估计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没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就职 这行啊 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委员部 毛泽民呢 是行长 李六如是副行长 代行长黄亚光 曹举如呢 上任副行长下设业务处 总务处集合处发行处 主要职责是干什么呢 这银行是干什么的 告诉各位 第一 保存现金 保存现金怎么保存呢 这底下有金库吗 不是 派士兵悄悄的半夜埋到山上去 保存现金 第二呢 发行货币 就这么简陋的条件下 自己制造货币 一会儿我让您看看当时的货币什么样 还有呢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代理金库 还有呢 这地方同时又是国家税务总局 因为这地方呢 完成税收 还有呢 发行短期公债 管理信用社 还有呢 实行短期低息贷款 培养金融建设的骨干队伍 一个国家呀 苏维埃共和国呀 银行在这儿 那就是国家呢 银行 国家金融主权 在这儿 接着看 国家银行 进了以后呢 我们看 因为屋子特别黑呀 所以只能靠门这个地方 大家看几张图片 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印刷厂 1931年11月 共和国刚成立 然后就在叶平这地方呢 就办了一个厂 这个厂的厂长 当时叫陈祥生 现在还有历史记载 办了厂子干嘛呢 印钱 印纸币 这就是当时的纸币 印刷机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机器印钱 印出的钱是这样的 发行的纸币 这是多少钱 我戴上眼镜看 这是 这面是一元 一块钱 这是大票子 一块钱 五角 有人管我叫司马南 叫五毛 大概五毛就这样的 司马南五毛 两角 一角 五分 我小时候买冰棍 五分 大家发现没有 上面谁的图像 列宁的图像 一块钱 当时最大的票子 一块钱 列宁的图像 上边是中华 紫埃共和国 国家银行 我家伙 别看一块钱 五分钱 两毛钱 五角钱 一角钱 谁要是有这么一张 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 哎呀 当时中央苏区二十一个县 谁家要保不起老房子里面 藏这么一张钱 拿出来国家一级文物 捐献给国家 国家依法给予奖励 当时 毛主席是被选为中央执行级主席 人民元会主席 对吧 按照世界各国的通行惯例 英国女王头像要印上 美国总统图像要印到钱币上 当时大家主张 这是印毛主席的像 毛主席坚决反对 没成 那印谁啊 毛主席说 世界革命领袖是列宁 应该印列宁 所以呢 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钱币 纸币上面印列宁像 是毛主席的主意 造币厂就这样 自己印票子这事高度重要啊 这叫金融主权 也说我印多少票子 更重要 美国人老说 中国人民币 人民币估价过高了 你有操纵货币之险 过两天又说 你人民币估价过低了 你现在有操纵货币之险 这个世界上的当老大的是村长 村长的当然就是米利坚 米利坚当村长 米利坚当村长 他今天说你估价过高了 明天说你估价过低了 后天说你要涨价 后天说你要低价 总而言之 他们要替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当家 他们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钱呢 我印多少 什么东西值多少钱 是我来决定 而不是你来决定 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自己决定 对吧 延安印钞票 自己决定 延安条件差不差 那个时候又没有石油 也没有黄金 没有黄金储备 那靠着什么靠着政府信誉 所以呢国家的印币权 是国家财政权力 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世界一体化是一回事 那听村长的印多少 涨价啊 跟着什么涨价 是涨价还是老价都得听村长的 那国家主权体现的在哪里啊 所以我今天看有些经济学家 我早看他们不设言了 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铸币权 财政主权 货币发行权 这涉及到一个国家尊严和主权的问题上 他们经常大放厥词 我早看他们不设言了 想让我说那人的名字吗 好几个呢 不说了 这节目得罪人 哈哈哈哈 有意思的是呢 这有两张图片对比的 在这呢 李珍大概能够排得清 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钱币 债券 看看 当时的钱是这样的 债券是这样的 二分钱 一分钱 五分钱 我已经说过了 谁要有意没着不得了啊 国家一级文物 这个钱我有 李珍你有吗 有 一块钱 二十块钱 五块钱 五十块钱 十块钱 一百块钱 毛主席不喜欢 把他图像印到钱上去 但是呢 毛主席去世之后 那他都没办法了 也印上去了 一脚钱 这是五脚钱 这是一元钱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五套硬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五套纸币 下边是什么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行的部分国库券 从这两个图啊 大家可以感受到 为什么说瑞金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呢 为什么说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呢 因为1949年之后成立的共和国呀 在1931年那时候 有一个雏形 这个雏形就是一次预演 也可以说一次戴装彩排 一次非常认真的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条件下的一场呢 伟大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后 所有的部委这都有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所有的党的工作的各部门 这都有 一个国家所有的麻雀虽小 武藏最全 所有的工作都有特别重要的事 这地方有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把人民利益放到第一位的精神 这地方一种精神 就是这儿的干部 以毛泽东统治为代表的 艰苦朴素的 把人民利益放到第一位的精神 毛主席住的地方 毛主席住二楼下来 不过二十步远 就是人民来袭来访 接来试 能想到吗 真的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毛主席和老乡聊天 粮食收成怎么样啊 玩儿乖不乖啊 媳妇孝顺不孝顺呢 今天今年的地收成怎么样啊 包股现在收了没有啊 这就叫人民领袖 这就叫人民的子弟兵 所以中国共同红军 那叫中国共同红军 红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 这是个正式的说法 那在老百姓的地方怎么说 干人的队伍 干人就瘦成干 穷人的队伍 泥板子的队伍 脚上一脚泥啊 没斜穿 一脚泥 什么时候以人民之心为心 什么时候呢 完全站到人民的立场上 什么时候自己的衣吃住行 跟老百姓都一样 做出表帅来 那别人还有什么话说的 所以共产党能够到山上去把土匪都改造了 所以共产党能够在那么差的条件下 如果我们从三一年建立中华苏洋共和国算起 到一九四九年这才多少年 四一年四九年 三一年到四一年十年嘛 到五一年才二十年 十几年的时间就拿了天下了 从一九二一年成立才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 中国共产党就拿了天下 有人说毛泽东是神人 毛泽东是菩萨 毛泽东救国救民 真的心切呀 心切 救国救民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是毛泽东 是中国工农红军